一個開朗而樂觀的人 他會讓他身邊所有的人 都感覺到比較正向 比較快樂 例如說你可能碰到一些 可能杯子打破了 他會跟你講 沒關係 睡睡平安 我們剛好可以換一個新的 或者是東西錯過了 沒有關係 我們下一個應該是比較好的 我們剛好就是錯過不好的 我們迎接更好的 我們常常碰到這樣子 身邊有這樣的人 可以給你一個比較正向的 一個觀念 那你自然而然心裡 會越來越開闊 越來越開心 好 來我們請教一下廖玉花老師 什麼熟面向的人 容易令人敞開心扉 我們講能夠令人敞開心扉的這樣子 它是一個能力 但是它同時也是一個 令人感覺到幸福的能力 然後我們知道幸福 其實它不是一個狀態 不是說你到達什麼狀態 有伴侶叫幸福 而是你本身具有這樣的能力 你在無時無刻 你就可以感受到幸福 那同樣自己有這個能力 你才能夠讓別人 你的伴侶感覺到幸福 好 我們來看 什麼樣的手面向 可以讓人敞開心扉 感到幸福 首先我們看 耳朵的位置高 它上面極於眉毛 也就是我們耳朵的上端 要差不多碰到我們眉毛的尾端 那碰到眉毛尾端 我們這個叫做 耳高於眉 那它呢 它就是有智慧 有正向轉念的一個智慧 也就是你碰到什麼樣的事情 盡量往正面的方向去看 然後它會用一些人生的 它在人生的體驗裡面 會用人生的道理去告訴你 其實人生本來就是無常 多於有常 人生無常才是常 有時候它就會讓你比較釋懷 比較能夠體會到 人生其實就是這樣 每件事情發生 它都有必定的因果 好 首先第二點我們來看 第二點我們硬肩 那眉肩的硬糖 它是開闊而平整的 那這樣子的一個狀態呢 它是比較怎麼樣 它有一個開朗 而且樂觀的態度 一個開朗而樂觀的人 它會讓他身邊所有的人 都感覺到比較正向 比較快樂 例如說你可能碰到一些 可能杯子打破了 他會跟你講 沒關係 碎碎平安 我們剛好可以換一個新的 或者是東西錯過了 沒有關係 我們下一個應該是比較好的 我們剛好就是錯過不好的 我們迎接更好的 我們常常碰到這樣子 身邊有這樣的人 可以給你一個比較正向的 一個觀念 那你自然而然心裡 會越來越開闊 越來越開心 那第三點呢 來 我們來看 下巴要圓潤厚實 下巴圓潤厚實 下巴厚的人 他有同理心 他有共情的能力 然後我們來看 這個就是一個 同理 共情的一個能力 他可以體會 你現在所處的一個狀態 他是不開心 他或許沒有辦法 完全體會你的不開心 可是他可以嘗試著 站在你的角度 立場去想辦法 想一想 你可能現在需要 什麼樣的協助 或是你需要什麼樣的安慰 甚至你可能不需要安慰 你只需要一個無言的陪伴 那有這樣子的人在身邊 自然而然慢慢 你的心就能夠打開 那如果說 我們身邊有這樣子的人 當然是很好 那同時我們也期許 自己可以變成這樣子的人 那以上跟大家分享 來問問一下王醫師 樂樂醫師 怎麼跟女朋友認識的 去年就 我自己家裡發生事情 我老婆離開了 是 那那時候離開 其實也沒想那麼多 因為也在經營網路 那時候也有粉專等等的 那這消息就是 也是拜媒體的情況 就大家都知道 就有一些好朋友 就會在上面一直留言 那留言之後 其實很多留言都是 那時候心情真的很差 所以你也沒有心 你就會這樣看看 那連按讚都不會想按讚 因為我覺得 我沒有那個心思 只是說 有的是你認識的 有的是你不認識的 那有的是你 這個人好像很久 他說我是你什麼國小同學 他就點進去看一下 還真的是 就又認識到 十幾二十年 沒有認識的好朋友 那你當然就 當然這男男女女都有 當然像H作家 那時候還跟他一起去錄節目 我們都 他還滿安慰我的 那時候 然後後來就是 這種事情越來就是很多 那你當然在 當然大家互動的關係 當然就會有一些人比較特別 然後就跟他互動 他就有時候他會問候你 你回答一句 一天又寫來回來了 就有幾個你就會比較 他會真的有關心到你的生活 那你怎麼樣... 那就慢慢就這樣子熟悉 這些簡訊裡面 哪一句話 你覺得有被關心到你的生活 早餐吃了嗎 還是寒溜來加一件衣服 那是寒溜來的嗎 其實... 還是老的 明天在家 很多啦 其實你知道每一個人 有的人他 像有的好朋友 就是我的好朋友 他就說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安慰你 我只能給你寫一個加油 對 有的就是說 最常就是說 你自己要站起來 因為你還有小孩要照顧 其實真正我比較在意的是小朋友 因為他不像我 還有朋友這樣撐著你 可是他們兩個就沒有人了 就只有我自己去照顧他們 對啊 因為他們又不肯講 那兩個都是男生 所以他們兩個小男生 一個是國中 一個是那時候國小 現在一個高中 一個國中 他們正好在這轉換時 又青春起 所以你問他說 你沒有什麼想法 他幾乎都不講的 孩子更壓抑 他更不懂得表達他的情緒 對 那我就說 那你有沒有夢到 你媽來夢裡看你們 有沒有教訓你們 那老大有啊 他說有一次 突然跳起來打我你知道嗎 我說上課要遲到了 他就會有這種類似這樣的反應 可是我說那你後續有沒有一些 他說他們也沒有特別講 那我說那你們還好嗎 他就不大講 反正就是每天上課下課 上課下課就這樣 聽起來好心疼喔 對啊 那你跟女朋友 這麼多的訊息當中 你是從裡面發現了 就是現在的女朋友嗎 對 就是因為 其實都是本來都認識 你不認識你不可能啊 你就不認識 你怎麼可能會去 隨便去找人 但是本來就認識了朋友 就是誰 小學同學 國中同學 就是以前 護士小姐 以前認識的朋友 對啊 那這種朋友 他就認識 然後就說 你就知道是他 因為平常不會聯絡 那就是 因緣際會碰到 他就跟你多聊幾句 那你就說 可能你問了這一句 他後面就回答你 那就 就熟悉了 你問了哪一句 沒有 我就說還好啦 目前怎麼樣 那他可能會說 有沒有需要幫忙 最常就知道 有沒有需要幫忙 我說我現在 說實在也沒什麼需要幫忙 就是 家裡就是 就是少了一個重心而已 就這樣子而已 我們都有問你要不要幫忙 你也都沒回我們 就他問幫忙 你就回答他 他是女的 你是男的 所以你有看照片 你才回的對不對 但是他本來就認識的朋友 他本來就認識的朋友 其他都有多麼認識 還有小學同學也認識 小學同學 可能人家有的會 你看看 變成啊 你都沒有回人家對不對 交往多久了 交往多久 大概幾個月吧 才最近的事情而已 對啊 就是 結果他有 他有那個什麼 就幫你送吃的 送喝的開始嗎 沒有 因為那時候 有時候會講嘛 就是說 以前回到家 看完業者回到家 大概都11 12點 然後我就說 有時候我回到家 我老婆會幫我煮飯 那每次煮飯就講說 你每次到底回不來 你講一句話嘛 都放到涼料 又要等你來 要幫你加熱 對 然後後來 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不用等了 絕對沒有飯吃 所以回來 那時候回來 我就說 我就說沒飯吃 我也不會講什麼 沒有就沒有了 反正就睡覺 第二天還有 第二天的工作 那有時候會不經意講 就是說 那個 他說你有沒有吃 我說沒有 應該沒有辦法 我就說沒有 然後他就說 他只是開玩笑講說 那 要不然我幫你送 我說不用 不然我自己去買就好了 他說 我以為他開玩笑 可是他真的把他用Uber 去訂Uber送到 送到我家樓下 訂Uber送喔 這麼沒誠意喔 怎麼這樣 而且人家知道 你最沒辦法 自己煮好 啦啦木送來 這樣太明顯 可是他為什麼知道 你家地址 沒有 他那時候有問 都認識 那時候都有問 你不小心 貼上去的是不是 不是 他就 因為 中間省了一大段 因為都是在附近 都住附近 那就認識了朋友 他就說 他說你是不是還是住 我說對啊 他說怎麼樣 他沒有辦法幹嘛 我就說沒有 因為我自己不會去訂 我兒子很會訂 我不會訂 然後你們訂 你們吃你的 我回來再說 因為我也不知道 我什麼時候能回到家 對啊 就是意外 一回到家 然後就傳個訊息 跟人家說 記得去拿 我說拿什麼 晚餐 那我就下去 真的還有 對啊 我說要不要付錢 對啊 他說他已經付了 對 結果晚餐有 剛好合你的口味嗎 不管怎麼樣 就都是一個 一個愛心 是就不錯了 對 愛心便當 他什麼星座 巨蟹座 巨蟹跟天心 巨蟹很溫暖的 對啊 巨蟹很溫暖 那你摸過他的手嗎 你摸過他的手了嗎 你是說現在 現在當然不只 不只喔 他幾個月 你是說當初 當初吃完人家晚餐 多久摸到是不是 不用 我只要說他摸過他的手 我想要叫他 以後看他手面向 今晚你有空來開放嗎 挑Java大神 馬將手遊 即刻下載